好 开始今天的工作高手 今天的工作高手 和人体的一个部位有关系 他号称是世界第一腰 我们这最细的腰是谁 一尺七 一尺七 真一尺七 真的 那我们这最粗的腰是谁 胡总吗 胡振发的腰应该是最粗的吧 应该是最粗的 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不是粗与细 讨论的是这腰的结实性 特别结实 不会断 如何不会断 我们眼见为时 掌声有请 这就是传说中的水蛇腰 这就是传说中的水蛇腰 哇 这个男 好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哇 好厲害 好美啊 這最後這一組 大概有多重啊 本來以為是一個技術活兒 後來知道是個體力活兒 來來來 先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金里麗 是呼拉圈 世界吉尼斯記錄保持者 先喘一口 您今年三十二是吧 對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玩呼拉圈的 我是十歲的時候開始 十歲 你為什麼會喜歡這項枯燥的運動呢 因為小的時候那個 在九十年代都是大家 鋒名一時嘛 都在轉呼拉圈 然後小的時候學過舞蹈 就是協調性可能比別的小朋友 稍微好一些 所以也就 別的小朋友轉一個呼拉圈 那時候能轉兩個 然後 慢慢練練練 正好到雜技團 有一個就是呼拉圈的這個項目 然後也是 作為一個輔助的練習 然後開始練一個呼拉圈 甚至到二十三十這樣的練 那個時候就最多能賺三十個呼拉圈 所以家裡會送去練雜技的話 這個家庭一般都經濟上相對於要 平寒一些 我家就是一個偶然嗎應該 因為小的時候 雜技團是以著舞蹈的名義去招的那個學生 我小的時候在雜技團就是舞蹈班 然後我媽媽說 那小孩這麼喜歡 就尤其小女孩嘛 那麼喜歡舞蹈 那就去學舞蹈 結果 學了兩年以後 然後老師就說 你家孩子特別適合練雜技 然後就這樣就 就慢慢轉成雜技了 學了幾年 學了七年 什麼時候開始表演的呢 大概是十五六的時候吧 然後來到北京以後 因為要生存嘛 必須要有一點就是 自己的獲得的那個獎項 然後名頭在上面 所以在網上查了一個 是最早是 英國吉尼斯的一個女孩 她轉一百零五 一百零一個胡拉圈 是吉尼斯世界紀錄 當時我那個時候 最多才轉六十個 然後我就想 我要是 一定要打破她這個紀錄 我拿到這個頭銜 我出去演出的話會 演出會多一些 能好生存一些 像現在表演是一百五十個還好 就是我的吉尼斯紀錄是 在二零一年的中央電視台 春節聯合晚會上 那是三百零五個胡拉圈 啊 哦 這不是吉尼斯世界紀錄啊 你是三百多個啊 對 還這一倍啊 對 我看你今天一百零五個 以前後也沒多久就掉下來 你那三百多個是保持了多久 那個是在十五秒以上 但是我那天在舞台上堅持了二十多秒 你超過了那個那個曾經的吉尼斯世界紀錄多少個 對 超過了它三倍 哦 那還是有意義的 那還是有意義的 還是有意義的啊 瞬間覺得她那個差太遠了 呃 她可能 我估計可能去搞別的職業吧 因為她的那個紀錄 哈哈哈哈 這話太殘人了 讓別人改行 啊 走別人的路 讓別人無路可走 那你拿到吉尼斯世界紀錄的那一刻 心裡什麼感受 呃 還是很高興的 然後就覺得當時這麼多年的苦 然後沒有白白付出 啊 你苦到什麼程度呢 嗯 也不是 反正怎麼說就是可能跟一般 正常來北京人北漂的一樣吧 住地下室 對 然後 沒有專用的洗手間 沒有 對吧 這個這個這個窗 沒有窗戶 沒有窗戶 是吧 嗯 有的時候出廁所的水還老是賣上來 對 是吧 對 然後下大雨還往下漏水 啊 最苦的時候你窮到什麼地步嗎 跟我們說說吧 呃 最苦的時候我那時候還就是周邊還有幾個小姐妹 我們一起就是人家喝的那個礦泉水瓶 我們撿了一起然後出去賣 嗯 然後就賣了一點錢 然後我們買水果分水果吃這樣 嗯 還有嗎 呃 我們住的是上下鋪 然後我還是在上面住 因為我下面是比我小小孩 我怕他晚上半夜摔下來 然後我就每次晚上就是演完出以後 上到床以後那個牆皮都掉在床上 我就噗嚕噗嚕 然後還有蟑螂 嗯 這些蟑蟲 那個時候堅持了能有兩年多吧 嗯 嗯 所以現在想一想怎麼樣 嗯 我其實我挺感謝那個階段的 如果沒有那個階段我可能成就不了我現在 嗯 因為現在我覺得就是有些事情 哪怕苦一點累一點我都能堅持挺過去 啊 馬瑞又出到了你的傷心事了啊 馬瑞也過過這樣的日子啊 我們應該很多人都過過類似的這種日子 其實圖老師我覺得我很有感觸的原因是因為 我前幾天你知道做了件很傻的事情 我在百度搜索說怎麼才能快樂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快樂過這些事情 但我後來我真的認真回想這十幾年的快樂 就是在地下室那個奮鬥那個階段 我們那時候呢洗澡是四毛錢一分鐘 為了省錢刷卡嘛 然後你就會去在冷水管把頭髮先弄失打完 然後馬上進去洗澡然後洗兩分鐘 然後廁所是一排 然後包括在兩平米的房間煮火 我是覺得現在你現在回想起來 那段經歷特別的寶貴跟珍貴 因為你覺得那個時候你會每天賺一百塊 你覺得很開心 而且關鍵是在那種情況下 人在被逼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智慧很容易崩發出來 對 你總會想盡辦法各種處理難題 然後對於生活那種抗爭感也特別強烈 是的 現在這些這個時代 還有多少人會選擇大學畢業之後 選擇住地下室 或者來北漂的人會住地下室 應該很少很少了 但是曾經住過地下室的人 你會覺得 這是你人生中特別寶貴以及難忘的經歷 那個階段是最快樂 因為那時候 你最簡單 就有一份小小的被認可 你覺得很快樂 我現在偶爾回到原來租住的那個房子的地方 我都在想 這裡面又住進了一個什麼樣的男生 我有這個感覺 我會想 他獲得過很多榮譽 這個同時轉動一百零五個火辣圈 輕鬆打破白俄羅斯女孩的紀錄 隨後又是兩百八十個火辣圈旋轉二十一秒 兩年之後轉動二百八十五個火辣圈堅持二十秒 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系錄是在2011年央視的春節聯歡晚會 同時轉動三百零五個圈堅持二十三秒 那照這麼說的話 那你的老公也應該拿個吉尼斯世界系錄 要不然匹配不了啊 我老公不是搞文藝這一行 他就是 你老公是做什麼的 他是動漫設計 動漫設計 你怎麼找到你老公的 他是伴郎我是伴娘 伴郎跟伴娘就是這麼結成的 對 你們倆誰追的誰 肯定他追的我唄 追一個會轉動三百零五個火辣圈的女生 要咋追呢 我其實我也挺好追的我覺得 是嗎 請你的男朋友上來來來來來 你好 周老師好 各位老公好 做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金玲玲的老公我叫沈劍 結婚多久了 結婚三年了 他說挺好追的到底怎麼追的 就是 就是確實挺好追的 你咋追的花了多長時間 很好追就很短了 對吧沒花什麼心思了 那倒怎麼好追呢 心思肯定是花了的 心思花了什麼心思嗎 說來聽聽吧 比如說 每天短信騷擾 這是第一步 然後 主要我們倆 互相看對眼 還是在那個 我朋友的那個婚禮上 就剛才他說的 他是伴娘 我是伴郎 然後 當天反正 我也是刻意地幫他擋擋酒 然後 兩個人也是 倒得好像他們倆結婚一樣 擋酒 那新郎新娘都跑哪去了 然後 回過頭 反正每天就是 睡醒 第一件事情就給他發微信 然後 晚上睡覺前 也是不停地 騷擾 其實說句實在話 你的老婆在這賺這個東西的時候 看是好看 但是作為他的家人 應該很心疼的 因為這東西太力量性了 很傷腰的這個東西 實際上他少了健身 多了就傷身 對 你怎麼想啊這事 你什麼時候讓他退休啊 嗯 他現在 讓他退休 我估計他也不同意 那怎麼辦呢 只能 只能說盡量就是 這兩年 能希望他能 慢慢地把這個 慢慢地放下 讓他一下子突然放下 他從小到大的一個愛好 肯定不太簡單 只能說慢慢地 平時溝通啊 然後 然後 逐漸地把這個重心 可以放到別的地方 有什麼心理話 跟你媳婦說 來我們這撒包 撒一包狗糧呗 其實每次看你在台上 都樂呵呵的 但我也知道 鑽那麼多是很辛苦的 歲數也大了 差不多也 就 該放下就放下吧 有我呢 滿眼幸福 我們老闆要不要試一下 很浪漫 我想試一下 這看起來好難啊 是五個那個嗎 一個呢 一個 誰要挑戰一下 我想試一下 來來來來 馬瑞先生 一個都搖不起來 一個先試一下 還可以喔 還可以喔 五個 五個 腰好 再來兩個兩個兩個 先試一下兩個 那個還好 小心腰受傷喔 馬瑞你的腰好 馬瑞這個不行 馬瑞這個你肯定不行 你不要高估自己行嗎 對 不要這樣 馬瑞還沒生孩子 厲害喔 走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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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不錯可以可以 挺好的 厲害 我們請老胡上來試一下 怎麼 老胡加油 來來來 好厲害啊 你先試一個吧 你這一個都不行啊 加油加油 加油 沒沒辦法 他沒有腰 他沒有腰 主要是沒有腰 來 趙小葉來試一下 快點 來 還有晴薇 我看到馬瑞是成功了 我突然有信心了 我覺得我也可以 可以可以的 來 預備 洗 可以可以 要的 保持 要的 誰要是今天時間保持最 你說你比別人長 你比別人跳得最快 你看這 可以可以可以 哇 哇 好厲害 有腰的人基本上都還是 但是女生突然間還挺好看的 謝謝兩位 謝謝